五十五月已經落到差不多了 要不要緊張過濾民眾也不用歡樂 因為南道館警察局的每逢都開火沒多久 而且還有開口的民眾就去出口 三十十個月的每一秋就像青春露水一樣非常美麗 不過這幾天的天氣不太穩定 過期也差不多還剩一禮拜的時間 稍微收火的民眾就要趕緊百幾歲了 三十十個月的每一秋做火開火 就親手來到路上的地方 和上火對手發出來香味 怕在每一圓裡面是輕鬆還主宰 想要看美麗的每一會 不用走到山口欣賞 來一段南道館警察局 就能看到這款很漂亮的警察 過期白色色是輕了這麼多民眾來參觀 很漂亮啊 而且我覺得這邊可以媲美心意的媒員 因為我們也是慕名而來的 聽說警察局有開放給一般民眾進來賞媒 我們很高興我們就來這邊賞媒 而且我們不用那個舟車往返 然後有時候還會塞車 然後在這邊就可以欣賞到很漂亮的梅花 現在我們所站在這裡的地方就是南道館警察局的媒員 這個媒子就是在94年警察局新落成的時候開始種 到目前已經種了將近13年至14年 它的媒期大概是在1月份看天氣的狀況 在1月份到過年前這個時段是它大概有20幾天是盛開的時間 除了媒婚以外 這邊還真的有很漂亮的雙手 雖然門口有更換的關係 不過民眾只要向警察大臣報告 就可以在禮拜裡面欣賞囉 這邊民眾要進來的時候只要跟我們的兄弟 打個招呼 所以要來賞媒 這邊都備有停車堂 所以很歡迎我們這裡的社區 路過的民眾一起進來這邊賞媒 觀賞 疏解一下壓力 就不要去把它摘就好了啦 因為大家這個有好的媒花就是讓大家一起去分享 不過警察局也強調 這幾天的天氣沒什麼穩定 媒期也差不多存一個禮拜的時間 想要欣賞媒婚的民眾 就要把機會趕緊帶到家裡的人 來一段南道官警察局 現在我們上菜樣報告